那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天堂文件還揭露著谷開來 這是怎麼回事 對 天堂文件就是 免稅天堂出來的一個文件 那天堂文件揭露了大陸裡面 紅二代 官二代 以及所謂的土豪富豪 他們怎樣的巧取豪奪 那裡面包括了 我們看到薄熙來跟谷開來 薄熙來 谷開來這一對驚視夫妻 我們過去有一個電影叫做 姓 謊言 錄音帶就差不多 就完全一樣 在1990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一個華國人叫做多維爾 多維爾是一個工程師 工程師那時候的大連往薄熙來 他就希望把大連 創造為所謂的北方的香港 所以他就幫他做很多的建設跟規劃 所以就變成他們家裡的一個 非常親密的一個朋友 幾乎都在家裡走動的 因為這樣子到2000年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好朋友叫徐明 徐明就是在大連那個地方 做房地產賺了很多錢 那有一筆錢要送給他們 那這筆錢要藏在哪裡呢 所以就問那個多維爾 多維爾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到華國去 到英國去開個戶 然後就到英國開一個正常的戶 戶以後另外再去英國的 維京這個英屬的維京群島 再開一個離岸公司 一個假的戶 那這一個英國的戶 這個戶頭是 多維爾跟谷開來兩個人合夥 我們兩個各一半 Join account 我們兩個各一半 但是另外那一個 維京的那個 那一個虛擬的 就是谷開來的一個戶頭 那320萬的美金 徐明就直接用假買賣 就匯出去了 但是我的阿倫爸爸都有帕 2011年 谷開來就堵死了那個英國人 叫海伍德 海伍德堵死以後 造成一個國際的輿論 雖然大陸怎麼封閉 但是國際輿論 國際輿論他們 那個英國就開始查了 一查以後 谷開來他也知道 他馬上就跟那個多維爾說 英國那家公司 就直接給你了 就用你獨資的一個名譽 就他個人就退出來了 那以為這樣就沒事了 結果百密總有一輸 他那家公司的 中國的聯絡地點 就在北京旁邊的 奧運村的一個地址 剛好是谷開來的家 結果這張 萬貴手鈴Q抓到了 抓到了2012年 就在這個柬埔塞 把這個華國人多維爾抓回來 然後他就全部把 從頭到尾都供出來 所以這個事情 就在天堂文件裡面暴露了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賈慶林的 外孫女 這已經是紅三代了 外孫女他在讀美國的一個 史丹佛大學的時候 竟然中國有一個人叫章魚 他用一塊錢美金 把一家離岸公司就賣給他 一塊錢美金賣一家公司給你 章魚是誰 章魚是中國的一個 中表叫做亨德利 中表總代理 亨德利 他有出名的 那這個大家就知道意思了 結果在多少 在2012年 在2015年的時候 那麼這個李子丹 能夠用3.87億的港幣 在香港的山頂那邊 買了一間別墅 那間別墅台平144坪 144坪 那間別墅的一個月的管理會 一個月5.5萬的港幣 你看一個小女孩就那麼有錢 當然就是靠他外公賈親人 那這個東西就是他們的搬錢 另外這個更厲害 這個車鋒 都帶到好母 真的減分到30年 人民銀行前行長的女婿 對 車鋒只有初中畢業 他買了戴向榮的 他娶了戴向榮的女兒 結果馬上就變成人行 航長的女婿 這不得了了 車鋒 他曾經 他都住在香港 2015年聽說被抓回去 然後問了以後他全部吐石 講的都是跟剛剛他們講的有關係 他曾經手上影響到30家公司 他最大的公司叫做數字王國 現在在香港還有掛牌 他的總市值是50億的港幣 是由他控制的 普風是那個很有名的那個 肌肉 普風就是那個謝國敏 就是泰國的 我們中國人泰國叫謝國敏 台灣的普風就是泰國那家 轉投資的完全一樣 在2009年的時候 普風他要在大陸掛牌 結果掛牌的時候 他就花了一個特別股 特別股是多少錢 他人民幣0.3325元 他花了66.9億股 裡面就有1.14億的優先股 很奇怪的就車鋒買走了 還有部分是給馬雲買走的 他當天的收盤是多少 我們0.3225 當天收盤0.64 折價40% 就現買現賺等於半小三年 那就是什麼股 那就是公關股 所以這沒有什麼 但是最厲害的是2002年 普風在路加嘴地方有一塊地 他用3800萬美元跟他買 買了以後馬上建完以後賣了多少 賣了3億美元 中間就賺了1.5億 他有三台的飛機 然後他在香港所有的做股票 沒有一次失敗的 只要他買進他的股票一定漲 買進就漲 連李嘉誠都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 因為他的岳父是人民銀行行長 對 所以他每次那個關鍵點一出手 一定就是一個買點 所以其實你看這些故事 你說習近平要不要打攤 對不對 一定要打攤 中國不會亡 但是中國共產黨可能會亡黨 如果不打攤的話 對不對 因為這是太惡劣了 但是我想問一下傑銘 Nike蘋果公司 其實說也有被天堂文件揭露 對 這件事情可大條了 因為庫克曾經說一句話 他從來不玩這種所謂節稅的小把戲 他說節稅小把戲 不會讓一個公司變好 但是這查出來的數字 卻讓大家覺得非常的驚訝 我這樣說好了 沒人假設你有2500億美金的 這個營業額假設 你覺得你會繳多少 就是盈利 你會繳多少稅 按照台灣法律 你至少 40 對不對 就個人40 但是公司要20 20 他繳多少你知道嗎 2520億美金 相當於2.2億支的iPhone X iPhone X 等於新加坡的外匯儲備 他只繳了 3.7%的稅 3.7% 他幣一定要16%的稅 對 等於是全球 大概所有企業繳稅的6分之1 他怎麼那麼厲害 其實有故事 他早前又發生了一件事 愛爾蘭是12.5%的企業稅 然後你如果再重複投資 就是你家公司再投資的話 只要繳到甚至只有0.05%的稅 然後他就覺得 那可是美國35% 他想一招 反正蘋果手機又不是只賣美國人 賣全世界 他就把這個所有在國外的 這個銷售的據點 總部全部是在愛爾蘭 漂亮 果不其然就省了一大筆稅金 35減掉12.5% 還有的只要繳到0.5% 他可能是數以百億計的稅金 那這個事情後來在2012年 就被揭露了 因為愛爾蘭當時發生了這個金融風暴 那好不容易讓這些歐洲國家 抓到一個把柄 其實歐洲國家看愛爾蘭 早就很生氣了 你繳這12.5% 你要我們怎麼活 我們都是30%的這些稅 所以愛爾蘭為了得到紓困 他就決定好讓這個蘋果 就是要把它踢出愛爾蘭 那蘋果想想看 這怎麼得了 這個不行 所以他就請了這家叫Apple B 就是這家法律事務所公司 幫他去找 就上窮碧落下黃泉 就找到一個島叫澤西島 澤西島是什麼 是英國皇室的專屬地 這個島在英國跟法國之間 其實沒有多少人 不管他多少稅 他免稅 免稅 對 他就把55%的企業 全部轉到這個地方來 對 應該講他海外所得的 都灌到這個公司 中國是就設在這個免稅的島 對 所以他自己轉過來的話 他省更大 當然這事情 現在已經開始被徹查了 就是說到底你要不要該繳稅 不過談起蘋果 那Nike更厲害了 Nike是 可能是各中翹楚 而且他說 可是對不起我插一個題外話 蘋果這樣也沒有錯 沒有錯 那是結稅 那是結稅 是啊 而且是合法 合法 對 所以 所以顧客喊冤 他說我有繳稅 我該繳的稅都有繳 只不過我只繳3.7% 所以他現在帳上至少有2000億 以上美金的現金 這些現金是純的 不用繳稅的 不過講起蘋果 我覺得Nike更神 Nike這家公司可是很厲害吧 他之前繳稅是在他營收35 降到25 降到19 不對 Nike是越賣越好 你的繳稅怎麼越來越低 神不神 來 他就設計這個圖 那邊也有 就這個 就是靠這個 這個厲害 這個東西是一個神奇的東西 你說這個 對 這個是有專利的 這個驚嘆號是有專利的 他把這個東西 去送到境外公司開戶 他就設了一個專利權 然後他又在荷蘭設公司 好了 那怎麼辦 你的營收是掛在荷蘭對不對 那你荷蘭是不是要繳稅 沒問題 因為他把所有的專利 全部放到境外公司 那境外是專利權 他把這扳稅敲得很高 比如說這個100塊錢 我80塊就繳扳稅 可不可以 可以 對 這一解下來 不得了了 他根本稅就從35% 降到19% 因為 這就是這樣 我剛才在美國賺1千萬 不過我1千萬裡面的成本 因為我用這個狗狗 這個狗狗的權利在荷蘭 在免稅島 800萬 所以那就匯800萬過去 所以我就要向專利對不對 我用狗狗要錢 所以付800萬 所以我這裡純賺200萬 我用200萬去扣稅 趁在你扣 沒錯 我800萬是成本 對 那邊都免稅 對 沒錯 然後他又找了很多島 就發現這個島 我跟你講人家的市房屋 那是真的沒賣賣的 當然 而且不是每個島 房屋薪水都很高 要想出這樣子梗 跟邏輯一些合法 而且不是每個島 他扳稅都是免稅的 他就找到一個島 那個島正好扳稅免稅 有人去找那家公司 就是那家公司裡面都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省上那麼多錢 但問題來了 那你現金在那個島 你怎麼動用呢 他更聰明 他跑去荷蘭 創了五家CV公司 類似創投公司 這家公司 荷蘭有個法規說 只要你用CV的公司 你跟外國合作的話 你外國合作的錢 都不用磕稅 所以他又可以正大光明 把這個免稅島的錢 再回到荷蘭 厲害